全球馬不準備 多擋九場三班 二千米的長途在時 十步流金錶大熱 1.8倍 旺記舉起 好 你一開始時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大外檔有架線 黑衣服閃電王 外面風彩王也跟前一點 中間位置還有快樂神區 快樂神區就頂出馬 最後變過一層 才看到外面精算博弈 蓮花巨星紅衣 大概跟著第六位 將才第七位 在外面還有威力熱流 內蘭黃衫黃眼罩 還見到其樂無窮 尾五位置 流金錶走進去內蘭 白色帽 後面那四隻 奧行者出閘不快 灰馬 拍著外面看樂神區 後面兩隻 凱倫之寶 還有一隻可愛寶 開始跑對面直路過1400米的斷柱 前面架線放出來 風彩王跟上次跑法一樣 二踏望空就跟著第二位 在後面第三位 在內蘭快樂神區第四位 閃電王 第五位 紅衣 蓮花巨星 外面精算博弈 一路數內的馬 其樂無窮 黃衫 黃眼罩 外面有帳材 後面六隻 流金錶 威力熱流 還有尾四 奧行者 尾三就是這隻康樂神區 暫時電後兩匹馬 有內蘭的可愛寶 拍著外面是凱倫之寶 過一千 轉香港體育園灣變咒 外面威力熱流 第一隻上來 剛剛過八百而已 看到內蘭第二位是架線 風彩王在第三 第四位的馬有精算博弈 賣變綠色衣 第五還有快樂神區 後面的馬閃電王 紅衫內蘭 蓮花巨星 外面位置還有張才 流金錶 白帽大約在尾六 再後面有幾隻 奇樂無窮 康樂神區 外面凱倫之寶 後面兩隻 奧行者和可愛寶 入正最後直路 前面威力熱流 佔先少許 看到中間風彩王上來過他 外面有蓮花巨星 入面追快樂神區 馬臨中間穩威 流金錶想打出來 外面追的馬還有張才 後面可愛寶又沒有位置 最後八多米 外面蓮花巨星蓋上來 中間威力熱流 入面就是這隻流金錶 最後多少還有張才 最後五十米 蓮花巨星已經透出 一路壓著威力熱流 入面就是流金錶 第四名是張才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蓮花巨星 今天大魔不只贏大賽 長途賽三班賽事 一樣能夠照贏 直路上面一路壓著變咒那隻威力熱流 入面流金錶第三 背堂尾幫大魔再贏這隻蓮花巨星 壓著 在中斷變咒的威力熱流 大熱門的流金錶跑到第三 第四 拍寶的張才 也很慘 流金錶其實在直路上面 左找右找 找了三、四條跑線 還是差一點 張才是頑著我們的四龍賽 要不然這條好分 幾隻冷門進來 因為快樂神駒也跑到第五 威爾頓不行不要緊 這隻蓮花巨星一樣 只有十四倍而已 那就是第四個贏 大魔 有開就有了 好,看看預計的派彩 跑第一名就是12號 這隻蓮花巨星 獨贏派140 位置34.5 第二名是13號 威力熱流 位置49.5 第三名就是10號 流金錶 位置11.5 連人位12踏13 位置814.5 三同組在12號 13號 10號順序 位置4899 還有單鐵 10號12號 13位位置467 位置Q12踏13 位置215.5 10踏12 位置52 10踏13位置84.5 有關 巡邏影片 有時有開就有 不到你不相信 是 沒有開的就真的不知道你去哪裡 好,起步了 那隻灰馬就慢了 那隻傲行者 另外可愛寶 克服了外擋 也是縮到尾 前面也不是很想走 每隻都說都是鬥到實 裡面數出來 快樂神區 閃電王 風彩王 大外擋就是架善 四隻馬比較快 中擋第五隻精算博力 裡面是蓮花巨星的位置相當漂亮 第七位是帳才 裡面 其樂無窮 有些走勢 之後都可以跟進 開邊位置是威利熱流 裡面是流金鏢 尾四是康樂神鞅 拍著傲行者 一隻灰馬 班尾一對 可愛寶 和那隻就是海倫之寶 看來跑到差不多 步速開始都很慢 頭三段都是偏慢 所以馬都頂不住 中間開始上來 但有部份都留在河邊 化夢 哪隻呢 當然一會看到 康樂神鞅 你看他在做甚麼 帳才也是 不過帳才是重磅 我沒得說的 你看他也搶到不得了 雷神說不要了 劉剛彪移了出去 精算博力也出去了 威利熱流 他也很快手 劉雷拉 見像才一出 他也移出一格 威利熱流就走 邊咒 如果讓他可以通過那隻架線 更好 不過就通過不了 劉榮也是頂住他 其實幾隻都算好 因為精算博力出來之後 都拿回二答有風彩王 幫他遮 這樣跑法也是頂到尾 威利熱流 對 你看看後面那些康樂神鞅 怎麼醉 前面都走光了 張才又是 劉金彪也看到莫利拉 都很努力 但馬路也是側向他 他已經放在這位置 知道外面也沒有 再等 再等 不過看到嗎 上次他撞了很久才穿 這就是關鍵 你去到一百米 八三四米才亡空 那隻馬都倒了 你撞得穿 好 分段26秒01 25秒62 25秒29都慢 接著開始快 23秒45 23秒28 總時間2分03秒65 標準時間八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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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